欢迎再度回到节目现场听海音说故事 最近这两三年食安问题层出不穷 纯天然的食材就特别受到欢迎 台北木榨有一间40年的老油行 专门做麻油香油跟苦茶油 业者遵照传统技术 不添加任何化学品或是混杂其他的油 非常受到老主顾的青睐 尤其是苦茶油因为养生风潮的兴起 逐渐变成了主力的产品 这每一滴压榨出来的金黄色苦茶油 说保证都是滴滴精纯天然香 原本默默赚钱的小油厂 去年因为大厂牌的甲油事件 现在显得更加珍贵了 而且订单接不完 到过镜头我们带你看看 这单纯的好油到底是如何生产出来的 台北深坑山上自家工厂里 郑柏林又开始忙碌的一天 八十包 这个一包是三十公斤 这样大概两千四百公斤 一次要去完 对一次要去完 年轻就是提议啊 满汤满谷的苦茶油脂 要先去壳才能进行榨油作业 要是这个步骤就要忙一整天 一边还得仔细检查苦茶籽的品质 看它有没有那个发霉的味道 因为有些如果你苦茶籽 你如果没有晒干 那你给它放草汁 那草汁之后它会有一个霉味 有味道那个就不行啊 新鲜的苦茶籽去完壳 就可以分批送进机器做压榨 苦茶籽从二楼入口做流滑梯 开始了苦茶油的奇幻旅程 第一站先到了一楼的烘焙锅 利用锅子的温度做轻烘焙 加热到50度 如果没有温度的话 其实它的油是压不干的 没有烘焙 那压的话可能只能压 百分之五六十的油出来 还有百分之四五十的油 是压不出来的 在现场解说炸油过程的是 郑柏林的父亲 石油达人郑允成 做食用油超过四十年 十七岁开始当学徒 老塞老金养 一辈子只专注做油这件事 家里的这套压油机器 就是他自己设计 请厂商做出来的 他说做油没有什么 业界统一标准 当欧几点不管 全都是做中学累积的经验勾辜 我们做出来的油脂都很漂亮 油有一点翠绿色 黄带翠绿很漂亮 如果再高一点 再高一点 它的油的颜色 就会变比较红 就油的颜色 就会比较不好看 苦茶籽轻烘背后 接着进到压油机里 利用螺旋机器 把籽压到压扁 苦茶油被油剥分离 压炸出来 就是出炸油 空气中满是茶油的清香 我们一般超市所卖的油 你只要闻它的油的味道 没有什么无色无味 就轻轻卤水 其实它都是用容器去分解的 偷色 偷酸 偷臭 偷辣 那这个传统的机器所压的油 它就不一样 你所要的营养 它都保留在体面 在经过层层的宣纸过滤 一整排水龙头流泻的金黄透亮 滴滴精纯 就是天然无添加的百分百苦茶油 过程原理超简单 但是一百公斤的带壳苦茶籽 去壳压榨后 只剩十八公斤苦茶油 成本高昂 食品大厂闲难赚 宁愿用化学溶出的油 赚得银沙沙 那个油在墙壁是黏的 这个油是不黏的 请问你要吃哪一种 早期郑允城 以生产花生油和麻油为主 主要是因为 故乡台中清水生产花生 几乎每个清水人 都是自由高手 六十年代的时候 在台北市 跟我家乡的清水人 做油的时候 那时候台北县市 大大小小 尤其在那个市场附近周边 大大小小的油厂 小油厂 我差几百间 差不多几乎百分之八九十 都是我们清水人开的 不过随着养生风潮兴起 苦茶油已经占了 郑允城的生产大宗 苦茶油日本人称为 茶花油和橄榄油 并称为世界两大 木本食用油 有东方橄榄油之称 《本草纲目十一》记载 茶油可润肠轻味解毒 现代医学也证实 苦茶油富含维生素等 抗氧化成分 是最高级的食用油 我想说客人买到我们的油 如果你在外面去买 顶多能够买到 跟我们相同的就不错了 要买到比我们好的 应该很难 在吃的油里面 炒菜油里面 苦茶油当然算是 真的上是真的油王 为什么 因为它的单元 不饱和脂肪酸非常高 比橄榄油最好 最顶级的橄榄油 也没有这么高 苦茶油的好处 专业的最知道 郑家工厂附近 山上的野菜餐厅 又用郑家的油 煮打苦茶油料理 食材很简单 像是最道苦茶油鸡 先炸再炒 就是一盘金黄鲜香 只加个盐巴 其他都不加 就不用加一大堆 加一大堆这样子 不用 原本的茶油香 就把它称入出来 鸡肉好吃 这样茶油好 就好了 而茶油面线 和茶油地瓜叶 更简单 汆烫后拌油 色香味举全 很好吃 而且口感都很好 很香 而且吃起来 就是很滑溜这样子 养生 主要是养生 茶油来拌任何的菜肴 都算是绝品 原本在木炸老街上 自产自销 好东西由在地人独享 不过这一两年 食品大厂的甲油事件 连环爆 让郑家的天然好油 靠着口碑飘香全台湾 老板娘特地传售Pepo 没有混过的油 密度一致 在瓶中摇晃就见真章 表面张力 它的表面张力 它有表面张力 那个都是纯的 在倒的时候 就有可以看得出来 它有那个泡泡 它还有那个萌 现在订单接不完 但是生产线产量有限 郑允臣不急着赚钱 他坚持好东西 必须叫铁钢 才能细水长流 做油本来 它就是一个 报德良心事业 你今天如果要大花的话 很早就花了 而两个儿子 大学毕业退伍后 回家接棒 也把新观念 注入好油当中 橄榄油的 外国人做的行销 做得很好 所以通常台湾人 买橄榄油的也很多 反而很多人 其实不知道 苦茶油跟茶子油的好处 年轻人计划 能够开关关工厂 让大家知道 只要诚实做 火销汤 好油可以这么简单 未来他们也要 加强行销 让东方橄榄油 点点滴滴 获得应有的珍惜